在最终战,左边韩国阿空马,右边是中国核池,核池现在要拿下阿空马最后这一个币的话,那么他跟亚王就拿到今天晚上比赛的冠军,冠军是1200 核池现在手上有两颗币,阿空马手上有一个币,如果说这一币核池输的话,那么他还有一个币,要跟阿空马再打,本场比赛是核池两个币,阿空马一个币 你觉得核池这把能赢,打个核池,觉得阿空马能赢,打一个阿空马 今天晚上,这一战要说,容易,也真的是很容易,如果说难的话也很难,就看核池的状态如何,阿空马的状态如何,阿空马已经成功打掉了核池,手法可以大使了,老二人在中间是选择了八神,手底是赛斯 喜欢咱们这个核池的话,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关注啊,三气超必杀技,迈克版的幻象之武超必杀技,阿西巴,核池的血量被打到最后的一口血了 老二这里放弃了,给自己废弃,加了一个援助 现在这场对局,对于何时来说 赛前本来觉得挺轻松,没想到被打成了一条单子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了 老二怒了,老二中国可是强一皇帝,来 又是个健身重拳 你觉得老二能赢,刷一个九,觉得老二不能赢,刷一个六 上来就是一个下段俱乐部肥镖,偷袭 跳精彩压逆向,直接抱金身,叫圆柱 十点之后,阿空马的玛丽血量被他收割到 还有三个的血量 赌他,这方回身之落,叫圆柱 下一招打着对方吹飞,再接一个生龙 我的天哪 龙照在哪里 左右夹金准备再顶一下 配合这个宝贵的援助机会 何时终于拿下对方的中间,布鲁玛丽 那么现在来到了赛点局了 如果说何时拿下这个库拉 那么他们就拿到了本场比赛的冠军 这场比赛打完之后是全晃02 全晃02 老二又被对方罚战了 老二说我不服啊 我还有一个臂,双方各自剩下最后一臂了 如果说这把阿空马再赢了,那何时就被淘汰出局了 那么只能用鸭王来打阿空马 阿空马这一臂之力会不会把何时一个臂 鸭王三个臂全部给他翻了 同门你们觉得能不能 阿空马一臂之力实现一个终极逆转 OK,咱们来看接下来这场对局 除了阿空马十连胜亚王 昨天晚上阿空马十连胜亚王 大家先帮我把咱们的粉丝灯牌点亮好吧 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兄弟帮个忙好吧 你们点击直播间左上角的 主播名后面那个小黄金卡个牌子 抓一个水灯牌 今天晚上的队局左边是韩国的阿空马 还是手发 合持的手发可以大使要准备 弄死他了,还有最后一秒钟 一个中效率的重腿打对方一个地点 一脚蹬在对方脸上 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回家 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吃神皇两千的这一场对局 嗯 这场对于合持 对于阿空马而言都是赛点局 双方打到S局了 加油 目前韩国阿空马对战合持 老二现在还剩下两个人对面 也是剩下两个人 两个阿又被对方俯空了 阿空马现在终于有一颗气了 老二前面有两颗气 稳住啊老二,你还有可能的 不要慌 机会现在你还是有的 毕竟老二这边的话还有 老二没有了 还有一个人没事啊 不要慌 不要慌 要对合持有信心啊 我相信合持是有这个实力 拿下阿空马 他现在是金身态 对方的玛丽要糟 断死绝身脚出手了 不要慌没事啊 没关系的 这里他的赛斯是满血状态 玛丽没了 漂亮 咱们把蛋飘起来 先把蛋飘一下 先把蛋飘一下 给咱们的合持刷一个9 好吧 觉得合持能应刷一个9 觉得这把合持不能赢的朋友 刷一个6 现在对方的库拉三气满掉 库拉叫出自己的援助 合持把金身开启 我靠 这个远身中的连带狗给他踢掉了 老二不要慌啊 稳住 好大 稳了 现在都有机会的 卧槽 老二被冻成冰棍了